各位学员大家好 我是高焕糖高老师 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那么如果你想下载教材 那你就到我的博客来下载 OK 那这个内容是来自我这本书的 那我们现在就来进入我们第八章 就是纯粹抽象类别 其实来讲这两个东西呢 它的意义是一样的 就是在这个加瓦 在西加加我们就称为 这个纯粹抽象类别 这是西加加的名词 OK 那么在加瓦的名词呢 就称为叫做这个 其实它的意义是一样的 OK Y是一样的 那这个 所谓纯粹抽象类别 就是在这个类别里头呢 它所有的函数 都是抽象的 就是所有的 All 所有的函数 都是抽象的 它叫纯粹抽象类别 所以就是这个 类别里头的函数呢 就只有函数的名称 以及它的定义 它里头没有实现代码 那其实你有写过 加瓦的接口就知道了 加瓦的接口呢 就是函数的定义而已 没有实现的代码 所以我在这里就帮你解释 这个纯粹抽象类别的意义 然后再从纯粹抽象类别呢 到接口 然后我们来看 Android的接口的例子 然后再看看西加加 怎么来表达跟实现 这样的一个接口的概念 OK 其实就这个纯粹抽象类别呢 是比较偏 这个西加大的用语 那么反而是接口 这是接口呢 反而是一般人 比较大家可以熟悉的一个用词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这有什么差别 OK 那我们在前面各章有介绍过 抽象的类别 叫Actrade Class 那有相对的 有迹象类别 它就从迹象的类别中 把某些函数的 这个实作的代码 把它抽离 抽掉 这个函数就成为抽象函数 抽掉之后呢 放在负类 然后让子类来补 OK 让子类来补 那这个我们就称为 这一个 Actrade Class 就是如果你的 类别里头呢 含有一个 获得好多个 抽象函数 那就 表示你这是抽象类别 因为 表示你 这个类别是不完整的 那么一个抽象类别 常常同时呢 含有抽象函数 以及呢 迹象的函数 那如果抽象类别里头 所有的函数都是抽象的 这叫做 纯粹抽象类别 纯粹抽象类别 比如说 我们有一个class呢 有一个class呢 叫Ross好了 这个class 这个class 那么如果呢 它一个方形1 对不对 方形1 那么也有方形2 这样子 OK 那如果是 这一个两个都有代码 就是说 这边都有它的实现代码 就表示两个函数 都是迹象的函数 有实现代码 那么 这里的都有 都是迹象的函数 所以这个 我们称为迹象的类别 那么如果呢 这里有一个函数 这个 实现代码没有 前面呢 加了一个abstract abstract 那这个就变成抽象函数 那这个class里头 有的抽象函数 就表示它不完整 所以呢 它就不能拿来产生对象 所以呢 我们称为 它叫actualclass 所以呢 这边呢 要来加一个abstract 来区别出来 说这个是 一个抽象的 那么 如果呢 这一个也是abstract 所以变成所有的 这一个类里头 所有的函数 都是抽象的 这个叫做 纯粹抽象类别 OK 好 那这一个呢 就可以用interface 这种Java的interface 就是来表示了 这Java的 这个interface 那这里就在讲 所谓 纯粹抽象类别呢 就是 类别的每一个函数 都是抽象函数 像这样 这个 每个函数都是抽象函数 这两个都是抽象的 OK 那么 因为纯粹抽象 还是半年的 对象接口的角色 所以在现在的软件语言上 尤其像Java 就可以有个机制 来表现这个接口 那就是 可以用 纯粹抽象类别来表示 也可以用 interface 这个关键字 来表达 所以在1996年之前呢 主要的语言 细加加 是提供 基层的机制 而没有Java 所以当然 只用纯粹抽象类别 来表达这个Java 因为Java这个概念 本来就是有 只是 语在细加加的语言呢 是用 纯粹抽象类别 来表达这个 Java的概念 到了1996年 Java出来了之后 那 7++VB等等 就提供了 interface的机制了 就可以 用这个interface 这个关键字 来表达这个接口 那我们现在 再回来看看 这个Coin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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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贩卖机的例子 我们来看一下 贩卖机的例子 我们在贩卖机的例子 当中我们曾经看过了 我们建立过一个 一个最高的 最高的这一个机类 那我们是这样 我们是建立成这样一个Coin 一个Class 这是在上一张里头呢 多态里头有 有一个Coin 那么它一个Class 叫抽象的Class 因为它有一个函数 叫做onValue 它是抽象的 没代码 因为它这里是 attract 所以这个Class呢 就变了 attract了 因为只要有一个函数 是attract 这Class就变成 attract OK 那所以呢 这个就是一个一般的类 因为有一个抽象函数 然后有具象的函数 混合在一起的 这个叫做抽象类别 但是不是纯粹 因为这里有一个具象的 所以它不是纯粹的 这个抽象类别 好 那我们如果在这里 再把它提升出一个抽象的类别 这个抽象的类别里头 只有一个抽象函数 这类别只有一个 就是把这个Value 再把它抽象出来 把它抽象出来 然后这个独立成为一个attract的Coin 结果这一个 因为所有的 因为只有一个嘛 所以所有的函数 都是抽象的 那这种类别呢 叫做纯粹抽象类别 OK 那这个就是等于这口 就是等于这口 OK 好 那就是我们的Coin的一种 既存体系 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 抽象类别在最高层呢 所以我们就可以 用它来定义这个reference reference 就可以让整个体系 都可以加进来在这个数值里头 数值里头 那之后就可以toco4 有没有 toco4 然后来把这一个 这个数值里头的 这个数值里头的 所有的这个reference 都把它抓出来 然后呢 问它value是什么 那就可以算出来 总共你投了几块钱 投了多少Coin 这样子 所以呢 就是你看new一个对象 把对象丢进去 new一个对象 把对象丢进去 OK 所以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例子 好了 我们定义一个Coin 那这个Coin呢 是一个抽象类别 那我们在上面又定义一个纯粹抽象类别 纯粹抽象类别等于接口 所以那等于是我们上面定义一个接口 叫做administrate 的Coin 是这样子的 再定义一个接口 然后底下就是有好几个 纸类 好几个纸类 OK 好几个纸类 有10块钱 5块钱的 然后呢 接下来又定义一个 换卖机 定义这个换卖机 那换卖机呢 你可以把 这个 Coin 丢进来 因为这边C是 最高的这个机类 的指针 的参考 可以参考到所有的 对象 这个整个 类别体系的对象 所以当你把它加进来 它就把它加到 这个collection里头去了 那之后再算出来 它的总共多少钱 所以你可以new一个 5$的对象 把它丢进去 这个换卖机 这个换卖机 再new1块钱的 丢进换卖机 10块钱的 丢进换卖机 然后问 换卖机 怎么多少钱 OK 所以在这里 我们是要 不是在 让你去绕这个 详细的逻辑 这里是要让你了解 这个 一个纯粹抽象类别 那么它 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OK 那至于这个逻辑 其实蛮简单的 你只要花几分钟 看着懂了 这个coin类别呢 是一般的 这个coin本身 是一般的抽象函数 因为里头 含有具象的函数 OK 当我们把 这一个value的 实作的代码 去掉 把它独立出来 放在这个 actrate coin的时候 这actrate的 类别呢 拥有的函数 就只有一个 都是抽象函数 所以它已经变成了 pure actrate cost OK 好 那我们 接下来就来 谈谈了 从这一个 纯粹抽象类别 到接口 其他人谈到接口的时候 会觉得蛮抽象的 但是纯粹抽象类别呢 是从抽象类别中 的共同的行为 因为它 没有属性 它只有 行为而已 所以它是 共同的行为的 一种表现 那我们会回答呢 接口从哪里来 所以我们只要 对coin 这个 抽象类 来进行 对行为做抽象 就抽象出 函数的定义 就会得到 actrate的coin 就会得到它 那就得到了 这一口了 OK 其实蛮简单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看到 画一只鸟 一个bird 一个class 那么它有 两个函数 那这个pain函数呢 扣这个左函数 OK 那么当你把这个 函数呢 把这个代码 抽掉 留着 把这个名字 抽上去 就变成这样子了 那这个就变成 纯粹抽象类别 非常的简单 就是一个 具象的类 然后呢 这个 代码都留着 把函数名字 往上抽 结果就抽出来一个 纯粹抽象类别 这两个函数都是抽象的 所以 这个class呢 也是抽象的 OK 再来 这个bird呢 继承这个grab 有没有 继承它 那么它override 它把它覆盖了 把那个 原来的draw 把它覆盖掉了 把它覆盖掉了 OK 然后呢 这个也覆写了 pain的也覆写了 OK 这pain的也覆写了 因为这里的pain的呢 是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所以这里一定要补 这里一定要补 因为抽象的部分 一定要补 除非这边有异色的行为 不然这边都要补 OK 所以它就把它补上去了 这个桌呢 因为上面是空的 所以这里一定要补 这个代码 那这边也是空的 所以要补这个代码 那么结果是它cota 它cota OK pain 然后cota 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首先呢 new一个bird 对不对 创建一个bird的对象 然后让cc来参考到它 再来 从cc再 把它送给这个 送一个pain的的message 叫它去执行pain 叫它执行pain 因此呢 目前是word 目前是word cc是指向word 因此呢 它就去找paint OK 找word里头的paint OK 那么这个word里头的paint在这里 word里头paint 所以paint就扣标 扣到这个标 扣到这里来了 扣标 OK 那这样子 就做完了 整个动作了 那这就是 是一个 那就画出来了 画出来两只海鸥 所以这个时候graph 是纯粹抽象类别 那只有函数的原型 并没有始作的内容 因为其实呢 它就是一个接口 其实它就是一个接口 所以呢 有时候呢 我们就会 这样把它画出来 就是 画了一个word 然后呢 画一个圆圈 拿一个箭头呢 这叫graph graph 因为它是一个接口 然后是由word来实现的 所以clie呢 都可以来扣它 graph 来扣什么呢 扣paint OK 然后 扣paint OK 扣paint 它扣paint 就来扣它这里 然后就扣它的zo OK 那这个是透过 这一个纯粹抽象类别 OK 就是这口 纯粹抽象类别 就是这口 那画出一个海鸥 OK 好 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这里 那这是graph呢 那我们赶快 为了区别 把它改一个名字 这就是 这口啦 这igraph 然后 里头定义两个函数 两个函数 那虽然这是一个类 但是它的角色 已经是interface啦 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将表示 纯粹抽象类别 都会写一个interface 然后名称呢 都会加一个i 这告诉人家说 这个的本质 以及它扮演的角色 就是一个z口 那里头就有两个函数 然后呢 这个word呢 就要来实现这个z口 就要来实现这个z口 这两个 要把它补起来 有没有 把它补起来 那这就是z类的做法 那这个已经 不是继承关系的 而是接口与类别的 一种实现关系的 OK 是一个实现关系 但是 这里呢 如果是 形式上 这里是一个类 那这边是一个z类 那就还是一样 是继承关系 OK 但是 本质上 形式上是继承关系 或者是扩充关系 但是 在这里实质上 已经是接口跟类 之间的实骤关系了 好 所以在Java里头呢 应该怎么表达 这种实骤关系呢 也就是使用Java的 这个interface来表达咯 所以我们现在 来看Java的代码 首先定义一个 叫做iGraph 等Java 那里头呢 用interface这个keyword 定义一个接口 叫iGraph 那里头呢 有一个函数 那里头呢 就指引 而两个函数 一个zo 一个pand OK 就是 这个接口呢 就只有两个函数 那这个接口就等于 纯粹抽象 对不对 OK 那么再来 这个word呢 要implement 所以这是用另外一个关键字 implement这个接口 implement这个接口 那这个接口呢 就 里头呢 你都要来实作 不然的话 这接口呢 那你要来扣扣你的时候 你就不work了 那是因为接口里头的函数 等于是抽象函数 所以呢 你这个一定要来实现它 所以呢 我们就把桌子 画在这里 然后让pand去扣桌 这样子 让pand去扣桌 OK 那也是一样的 只是现在用的是 interface这个接口而已 所以接下来就 就拣一个word 然后因为 接口就等于抽象 抽象类别 所以用一个word 然后它是一个抽象类别的参考 也就是这个 接口的参考 那它就 来参考到 这个对象 里头的这个对象 所以那我们拣出一个word 对不对 然后呢 它提供一个接口 你看word imprimed一个接口 imprimed一个iGraph接口 所以就这样画 那i Graph iGraph接口 这样子 那 再来 再把这一个 这一个对象的接口的指针 把它放到word 所以word呢 是指向它参考到这个接口 参考到这个接口 因此呢 word的pand呢 就是 调用这个接口里头的pand 就是等于这边送一个message pand给它 送一个pand给它 所以呢 这里就扣它pand 扣它pand 那 这一个就等于抽象类别 对不对 一样的道理 只是这抽象类别里头呢 送到没代码 所以就变成接口 一样的 那这个接口 我们就用一个圆圈来代表 圆圈来代表 其实它的 本质上跟 跟一个 这个 负类是一样的意义 是一样的意义 OK 因此呢 这里就画出一个海鸥 有没有 那 我们的表达 就刚刚已经刚才说明了 就是画出一个class 然后 里头有 两个函数 这两个函数是来实现它的 那 I规復就变成一个圆圈 那 这就是 Java Interface的这种符号 用这个圆圈来表示 因此呢 我们归纳一下 如果 有这一个具体类别 抽象类别 那 这抽象类别里头 两个函数 那 如果这两个函数呢 都是空的 都是 都是没有实作代码的 那我们就称为 Interface 这样一个类 那就变成这样的一个符号 OK 就变成这个符号 那 所以这个意义是一样的 你这个符号也可以这样写 那这样写也可以叫你这个符号 OK 好 所以呢 注意看一下 当我们原来只有coin 这样的一个superclass 那么我们就把里头的 这个value 把它往上抽 抽出来啦 抽出来 那这个就纯粹抽象类别 那么就变成Icoin 这是一个J口 一个J口的形式 里头呢 就只有一个value 这个函数 然后这边也要来实现它 OK 然后之后呢 因为这个里头的函数都是空的 所以就等于一个圆圈 一个圆圈 这是表示法的不同 但是背后本质上 都是在表达J口 都是在表达J口 那为什么要特别提这样的思维步骤呢 因为这样可以将类别继承啦 J口呢 两种概念把它结合起来 那我们就不会对J口感到神秘了 那么由于J口的代表一个空间 J口呢 代表一个空间 例如呢 这个 贩卖机 那的 跟钱币 各代表一个空间 跟一个族群 那 贩卖机 钱币两个族群各自发展 只要J口一致 也要J口一致 那这个J口呢 就是来自 这个 Icoin Icoin 那这个J口呢 就是钱币跟 售票机的 一个 一个J口 就是它的J口 那如果能够独立开来 那么 售票机可以有很多种 都可以持钱币 那 钱币都可以放在不同的 贩卖机 它的用意是要这样 就是说有了J口之后 那么 一个钱币 可以适用所有的贩卖机 那么 一个贩卖机 可以接收所有的钱币 那这个就是 多态 所衍生出来的一个 巨大的效果 啊 巨大的 的 优越点 啊 这是OOP的一个很重要的 优越点 所以呢 新型的钱币 也能够适用 所有的贩卖机 这是很重要的 啊 所有的 钱币可以适用贩卖机 所以即使我们开拓一个新型的贩卖机 也可以接受所有的钱币 好 那这样子 就很好了 就像麦当劳 可以接受所有的人 那么 那一个人 可以接受所有的麦当劳 OK maybe 好 那这个 不用担心 当我们 啊 有要花表新的钱币的时候 只要J口不变 那么 可以 政府不用担心 新的钱币呢 各个贩卖机不能用 因为他有一致的J口 那么 确保了 两边独立发展 但是 可以 啊 不断的成长 各自发展 但是J口不变 好 J口不变 那这样子就不用互相 改来改去了 好 那 这就是 我们在谈J口 首先呢 要对J口呢 的意义 做一些了解 OK 好 那我们 接下去 待会再来看看 Android的例子 让你对于J口呢 有更多的感受 OK 好 谢谢 谢谢 感谢